大家好,我叫Roy 我就是在Microsoft China 做Senior Product Designer 我現在主要做的事情 就是幫他們去設計 一個Communication Tool 叫Microsoft Teams 裡面的一些AI Features 我做了一個UX Designer 大約八年時間 之前那段時間 一直做跟金融科技有關 之前在一些互聯網公司 或者傳統的銀行都做過 關於請Junior Designer有關的事情 應該是我一直以來 大概四、五年 就不斷都會幫自己當時的公司 請Junior Designer 由我們一開始說 我們想請人給requirements 去到寫那個job description 去到中段 究竟是自己去source一些candidate 或者找一些recruitment agency 幫我們source一些candidate 去到最後interview process 都是有參與的 在裡面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無論是從一個渠道去找那些candidate 我們都會問那個candidate 究竟他的expective salary是多少的 這個必然會問到的 對於我們來說 其實要他們提出這個expective salary 其實我們想是一個互相了解的過程 我覺得找工作就好像跟拍拖很相似 可能找工作的人本身是有很多不同的criteria 或者不同可以offer的東西 同一時間 那間公司也是 那間公司又有不同的expectation 同一時間他又有不同的可以offer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 究竟那個candidate跟我現在的那份工作有多配合 因為通常公司給了多少budget我呢 我就會嘗試用盡那個budget去請 當然是最好的candidate 但是怎樣說最好呢 其實很難考慮的 反而我會說我要找一個跟那份工作最好的candidate 那...而... 那個expective salary呢 那個...錢呢 其實呢 對我來說 還有一個作用是什麼呢 就是... 我也要做一個expectation management 我也要管理一下他的期望 我也想知道他想的价钱 我可以给他付出多少钱呢 那我就尝试在那个gap里面work around 因为如果那个价钱是within我的range 那当然是最好 如果不是within我的range 我又要想一下差多少 那看看有些什么可以compensate给他 那如果我看到这个range太大 那其实我就觉得 其实我可能要很努力才可以满足到那个candidate 那其实可能我就未必会proceed 因为可能大家就不是很合适 那关于说到呢 究竟怎样去决定给那个 salary 那那个designer多少呢 那通常呢 那我们呢或者很多hr呢自己都会去 map against他现在的existing salary的 如果是刚刚faxgrad的可能就 就会看回可能faxgrad大概的人工 那现在因为我没有请过faxgrad 所以我就没有一个indicator出来的 那但是对于可能做了两三年的designer的话 那通常我们会看是他的basic salary 他现在的existing salary是多少呢 那上面加回一个increment的 那因为呢通常转工 可能说到increment大概是10至20% in general 那超出这个range都见过 但是大部分都drop within 10至10% 所以就视乎究竟那个candidate的能力 或者比较match那份工议定 那呢 关于究竟那些genior designer 怎样去谈过expective salary呢 我觉得就会有几样东西他们需要去想的 那其实说到最后呢 就是因为因为这个过程 其实都是一个一个博弈来的 那就是其实depends究竟你有多喜欢这份工 那你有因为我刚刚刚刚说过 就是可能你转工的时候 都expect一个increase of the salary的 那你可能说可能10至20% 那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其实是outperformed的 是competent的 那可能你会ask for一个更加aggressive的salary 或者你可能觉得那份工其实的workload 或者他们需要的demand其实很大的 那你就觉得你应该deserve这么多 那可能你都会再increase上去 那但是看一下你究竟多想 你怎样去看那份工 那而我呢 怎样去evaluate一份工呢 其实我会用五个围度去看 五个dimensions的 因为呢 你讲到最后呢 everything comes with a package 那其实都是讲究竟 他的package究竟包些什么 那我想讲的package呢 我会用五个大分类去分的 那第一个是他真正给的钱 salary有多少 第二 可能是benefit 他有多少价 或者他会不会有其他sponsorship之类的东西 那第三呢 就是work environment 工作环境 究竟可能你的办公室里面的东西 或者是可能你的同事之间 都会影响你工作周遭 或者可能你讲你的软件硬件的配套 那这个是第三点 work environment 那第四点呢 就是讲你的learning 你可以在那间公司学到的东西 那第五样的就是可能你的发展方向 你那份工呢 可以带给你 会不会去到你想去的地方呢 可能讲中一些job nature 或者是可能你想着未来的进升机会的 那那就会是第五个维度 那通常呢 所有东西呢 每一份工呢 这五样东西都会是一个综合 而是一个变成一个package 那每个人对于这五样东西的看法 或者接受程度都因人而异的 因为好讲你自己本身的追求 或者你去到你的人生阶段 觉得应该有些什么 你会比较看重 那所以看一下 第一 看一下你几想要那份工呢 那第二 你看一下你自己想 就是究竟你的側重点是在于 可能你自己的当下的salary 等一下说你自己本身的 你可以学到的东西或者发展空间 那如果你有一些公司是真的觉得 其实你去到 因为很多呢 对于junior designer来说呢 有一样东西冲破不了呢 就是如何由junior 变成一些mid或senior designer 那我想说呢 那我想说呢 时间呢 的流势呢 并不会将你变成一个mid或senior designer 那你是需要透过不同的工作的experience 的磨练呢 去打造成一个mid或senior designer 那所以我觉得呢 曾经我的mentor都跟我说过呢 就是你go to a place that you can do the real work 你是真的有一些很扎实的工作经验 或者项目你是做过 而令到你可以有一个在设计上 和项目管理上的学识那里有增长 那所以我觉得在genior level来说呢 我可以尝试在negotiation的时候呢 一开始呢 不要叫一个这么aggressive的一个salary 因为你可 因为呢 你要谈下去那时候呢 才知道那间公司的 就是 无论他的work environment 你可以学到的东西 或者他的进升机会 或者发展方向是怎样的 那如果你本身呢 叫个salary太高呢 那可能就 不会 不会 不会知道那间公司的东西 那通常 我觉得 就当你当去speak dating 或者拍拖好了 就是你 人家interview你呢 其实你都要给个机会 去interview那间公司的 是的 那另外一样东西呢 就是 呃 还有呢 我想说呢 在设计 或者UX Design 或者Product Design 这个领域里面 其实很贴近科技界的 tech industry 那 而tech界呢 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呢 我会觉得呢 是 大家 一年转一次工呢 其实 不会觉得是jumpy的 因为可能是 特别是科技界或者整个互联网的生态 它们发展的速度很快 可能你说的一个tech project呢 它是说六至九个月的一个development cycle 那如果你imparallel 做几个design 或者做几个项目呢 可能你过了一年 你可能已经跟着一个大项目 或者可能imparallel 跟着两三个小项目 那你已经 已经存到一定的 portfolio completion 的task 那你就可以 继续move forward 那 如果是 一个这样的状态的时候呢 可能 你每次 salary increment 是一个 我当是一个 15%的salary increment 那如果你 两年 这样去转工呢 就是 你可以数 就是 自己找计数机 按一下 看一下1.15 乘1.15 可能 是啊 如果每年有 就是 不好意思 我说清楚一点 就是 可能你 每一次转工的salary increment 其实不是很大 可能在说15% 但是如果你 就是 刚刚 今年转完 下年又转呢 那 其实你这样 累积呢 已经是一个 30%的salary increment 那 所以 我就觉得 对于 junior designer 来说 未必 那个 那个 salary increment 是 更加 需要 那么 提重 因为 大家 在 career 开始 其实 大家 会比较mobile 一些的